大家好啊 今天5月4号是57年节啊 你看这么多警车 这里是哪里呢 纽约曼哈顿34街 就是梅西百货旗舰链这里啊 往前面就是韩国车 你看很多警 你看现在10点半啊 32街这里风路了 今天呢要进行大麻洁游行啊 对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没听错 纽约的大麻洁游行啊 你看警察就位了已经 游行11点开始啊 现在才10点20啊 我来找了 游行呢从32街开始 一直游行到14街 就是联合广场那里啊 这里31街了 你看沿途都风路了啊 哇11点钟啊 大麻洁游行啊 正式开始了 穿的是这个快乐杂草的衣服啊 黑地绿色的叶子 我笑死了啊 那个展板 它没有立的地方 那个依拉架 后面有个人 有个人一直撑着啊 有个人站在后面撑着板子 可能讲话时间不长啊 讲完就开始游行了 现场很多人都抽起来了啊 今天是大麻游行啊 上个月4月2号的时候也是纽约的大麻洁啊 在华盛顿广场举行的那一场啊 声势非常浩大啊 这现场还排队领衣服啊 那我也在这排一下吧 老外不错的 很多人都要两件啊 有那个紫色啊 我喜欢这个淡色的 好看一点 大号领完了 拿了两件 挺好看的 很多人都来领啊 谢谢 他要了个袋子 他们挺友好的啊 你问他要他就给你 很多人都要两件衣服 他们人很好啊 不会说因为你是哪个族裔的 他就不给你啊 我遇到过 有一个国家的人啊 他看你是中国人 他就不给你东西 我就不说是哪个国家的了啊 遇到好几次好几次 但是老外都特别 特别特别友好 真的 我不光是说发这个大麻的这个纪念品啊 平时啊 街上发那些免费的饮料啊 只要是老外啊 他们都都特别友好 袋子里面是一个水服啊 就没有什么了 上面写着纽约啊 大麻啊 或者纽约快乐杂草 嗯 这几个老外也很 很好的 给我这么多礼物啊 好开心啊 他又给我一根 他给了我一个那个就是压大麻的一个那个小盒子 就是把那个大麻叶子压碎的 我我当然不需要了 然后呢 他就他说那换一个 他就给我两个这个钥匙扣 钥匙扣啊 特别特别友好啊 特别特别友好啊 很开心的 氛围还是啊 但是我是不支持大家 就是怎么说呢 不管是西还是抽这个大麻啊 我是不支持的 我今天只是来拍的视频啊 嗯 因为纽约是个多元化的城市嘛 嗯 那体验一下啊 但是其他族裔啊 那老外他们都是怎么玩的嘛 就这样说啊 就他们还是很友好的 来自个氛围还是很开心的 你就今天当成一个富外活动吧 对吧 当然再说一遍 我不支持抽大麻的 嗯 嗯 这还有个在这直播的 啊 这两个撑展板的啊 辛苦了 一直在那撑着 他们讲完话以后呢 有一个游戏 游戏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集市 啊 然后晚上呢 他们还有一个聚会 一个大party 那个聚会呢 嗯 可能就是吃吃喝喝嘛 那个要买门票啊 是啊 嗯 20美元一个人的门票啊 哇 这个抽的一大卷呢 我天哪 这多浓啊 抽了脑袋不晕嘛 真的 好像在熏香啊 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芥草啊 啊不知道 这个艾鳩啊 是不是有点像艾鳩 他这么大一件叶子 像不像艾鳩 大家看 艾鳩拿着鼻子这对着嘴都要晕 啊这位大叔一看老江湖啊 啊 啊现场都是浓浓的大麻味啊 人越来越多了啊 男女老少啊 坐轮椅来的 今天是纽约大麻爱好者的节日啊 游行和集会啊 一年一度啊 Hypothyroid 我的 Pearzy 人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都在冲淫土了啊 我们已经不在那的 叶子 哦 他们这边就是卖这个快乐杂草的 在这推销商品 然后呢 他们很多就是可以上门服务 不是上门服务 说错了 上门送货 送货上门 快十二点了 要准备开始游行的话 你看这还有一个无价可归 在这坐着吃和饭 你看警察都封路了 马上要开始游行了 要开始嗨起来了 这位女士还砸了一个快乐杂草的辫子 支持大麻合法话 这个舞台达德夫怎么吻 站下来说比较安全一点 好了游行基本上开始了 大家向联合广场慢进 上面还有大一个大麻的 做的烟的模型 大家看这个就是大麻烟 卷着大麻叶子 做的模型 小孩可以拿一个来玩 上面这个烟火的样子 这还有一个粉丝 好了大麻节游行开始了 一会儿到联合广场是集市 边边上全是警察 前面还有花车 但是他们开着音乐 现在音乐关了一下 我过来拍一下 要不然那个花油管有音乐 这个有版权 那大家知道在美国纽约州 使用大麻已经合法化了 那么在纽约市 使用大麻什么是合法化的呢 这个新闻上也有说 就是21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可以持有并分享 不超过这个生育式的大麻叶子 或者是花蕾 或者不超过24克的浓缩大麻 比如说大麻油 或者电子烟液 未满21岁的人员 拥有使用或分享大麻 是非法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们可否分享售卖 或者交易大麻 那也说了 21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可以与其他21岁及以上的成人 分享不超过上市的大麻叶子 或者不超过24克的浓缩大麻 供其个人使用 但是也要注意违法的行为 就是持有或者分享 超过30的大麻叶子 或者花蕾 或超过24克的浓缩大麻 都是非法的 然后售卖或者交易 任何数量的大麻 向未满21岁的人员 提供或售卖 任何数量的大麻 都是非法的 还有就是使用大麻后 开车或在车内使用大麻 是否合法 不合法 在受到大麻妨碍或影响的情况下 开车是非法的 在这个车内呢 使用大麻也不合法 即使是作为乘客 或在停车的状态下使用 都是不合法的 那又说了 纽约在哪些地方 不允许吸食大麻烟 或者大麻电子烟呢 建筑物的公共区域 还有这个公园 海滩和这个木剑道 公共高尔夫球场 体育场馆内部和场地上 步行的广场 公共花园 餐馆 酒吧 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辆 即使是在停车的状态下 还有呢 最重要的就是学校 其实政府的官方网站 说是这么说 但是我经常走在 纽约的大街小巷 很多公共的场伙 也包括学校附近 经常看到 有这个人在吸食大麻 包括我也看到过 青少年吸食大麻的 就他们跟起过 大一股大麻味 几个青少年 在围在一起 纽约有这个 900万的居民 我也不知道 纽约到底有 百分之多少的人 在使用 或者是长期使用 这个大麻产品 其实很多人 都打电话 到政府那里投诉 就是反映很多人 在公共场合 比如说公园 吸食大麻 这个大麻 合法化以来 这个投诉电话 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 也有一些抗议的活动 反对在公园 吸食大麻的抗议活动 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 那纽约第一家 合法的大麻店 是在2022年的12月29日 毕业的 参加游行的人 不是说很多 没有上次420 那个大麻节人多 现在往那个联合广场 今天也就两台车 参加这个游行 两台大的花车 还有大麻的旗子 我天哪 大麻节游行 纽约大麻节游行 2024年5月4号 星期六 还有警察知情 叫大家跟着车子后面走 不要走车子的两边 很危险 确实 大家出来玩安全第一 基本上是年轻人 它嗨的很难 哎哟 妈呀 兴奋了 现在走到这个麦迪逊广场 麦迪逊花园了 前面是有名的地标建筑 运斗大厦 这边很多人肯定很懵圈 还不知道是什么游行 今天来拍摄的 没有纽约的主流媒体 什么NBC BBC 这些都没有来 主流媒体是不来拍这个的 主流媒体电视台是不会来的 大家是不是觉得纽约特别有意思 4月20号 我想到大麻节就算了 今天还来一个游行 天哪 真是搞得有模有样 身世浩大 你看那边游行啊 这边街这边还有个无家可归着 住在公园那个长椅上啊 拿塑料不遮着啊 你说 你说说看嘛 你看街边还有小孩 那小孩就不懂这是什么嘛 对不对 你说这种宣传 哎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人家这个是申请过的 正式的游行啊 是政府通过的 因为还封路嘛 对不对 警察都支持他们的 都是兴趣爱好相同的啊 三观一致的人啊 二十三街了啊 前面有一段拍的第一辆花车嘛 放很大的音乐啊 因为那个油管有版权 所以我就不能现场说话 前面有一段就是后期配的音啊 这后面的我就不拍前面 前面的音乐搞得太大声了 叮叮咚咚的啊 还搞摇滚 牛掰啊 牛掰啊 少个全景 哇你看这个人还站着这么高的石凳子上啊 拍这个全景 现在指的二十二街了 这有警察 哎呀我刚才还摔了一跤啊 这个人戴的是快乐杂产的帽子 今天就怪怪的 有人穿 羽绒服有人穿那个背心 二十八月乱穿鹰啊 我刚才主要太激动了 哇 啪一会就摔到地上 哎呀把我拐了一脚 把我摔惨了 好彩一个那个飞翼的一个女的把我 把我扶起来了 把我真的摔惨了 这后面还敲了打口的啊 还吹号的 哇 搞得有模有样啊 有声有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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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街了啊 花车呢到这里就为止了啊 然后游行的人群呢就一直往十四街走 去那个大麻集市啊 那里有很多大麻产品的展销啊 联合广场这里还有个农夫集市 卖那些农产品的 那这个大麻游行的还要往前走啊 好了到了 大麻集市到了 和那个农夫超市挨着的今天 叫一个鸡皮厕所啊 这就是不同的大麻产品啊 甚至4月20号我也拍了那个大麻游行啊 结果那个油管给我黄标啊 纽约大麻节游行啊往前走 好热了啊今天 这农夫集市还有卖书的啊 各种二手书啊 纽约大学就在旁边嘛 年轻人比较多啊 还有卖这个巴勒斯坦的旗子的啊 这几年的那个巴勒斯坦游行呢 我都没想去了哈 哥大和纽约大学我都不想去了 拍太多了 好多大麻产品啊 这边贴子都很好看的哈 这个大麻节游行从1973年就开始了啊 我的妈呀 这还有大麻的植株啊 这个不便宜啊 上次我拍4月20号大麻游行节的时候 一颗这个大麻苗啊差不多就这么大 要150美元 今天这个大麻集会好像没有很多大麻产品卖啊 都是一些参展商就是推销 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实际的大麻的大麻叶啊 那些大麻产品啊 比如大麻饮料啊大麻糖没有 但是有那个大麻苗 哇这一株很大 这株好贵哦 这一株起码要大的这一株 起码要300块吧 两三百吧 结果实了你看 那个大麻叶子也很贵的 上次那个大麻节的时候我去拍嘛 嗯 有个懒得买了一点点 两小袋啊 250美元 好贵哦 今天这个大麻产品不多啊 可是今天就是那个商家来做推销 嗯 只是公司的名字呀 一些宣传单 一会有表演啊 我就不拍了 因为这个拍了也是黄标的啊 这个平台要给黄标 因为这个不适合青少年看嘛 会给限流的 他们这个游行呢 到下午5点结束啊 但是晚上还有一个party party呢要买门票啊 是在百老汇大道多少号啊 我看一下给大家说一下 那晚上那个party呢 是在百老汇大街的427号 从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11点啊 要买门票20块钱一张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啊 你看多奇特啊 联合广场一边是农副超市 一边是大麻洁集市啊 嗯 这个农副超市大家可以过来逛一下 一周好像要开很多天呢 开三天还是什么 大家在网站上查一下 星期六是要开的 有很多年轻人啊 不过这里的东西呢 相对要贵一点啊 因为都是老外的农场拿出来卖的啊 并且呢又在市中心啊 这个不便宜啊 你看今天人也挺多的哈 潮人很多这附近 好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 今天这个视频估计是黄标啊 嗯 油管肯定要给黄标的 因为说这个大麻啊 嗯 是不适宜儿童观看的啊 好了 感谢大家点个赞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